罗玉专访前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董方卓 在曼联的训练带给董方卓哪些改变 当时我经纪人就跟我说说 哎呀 你要想着不紧张 你要让自己说我叫不紧张 然后这个就在那段时间 就成果一个口头禅了 每天训练前我就会跟自己说 不要紧张啊 我叫不紧张 去了以后就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俱乐部 就是场地大 然后它的建筑的这种高端 然后它的内容的丰富性 就从来没有见过的在中国 出到比利时董方卓有哪些窘事 我在酒店里边待了可能有一个多月 我吃了可能最少那有20天的冷披萨 因为不懂说英语 有一次训练完了以后 甚至把我给忘了 接我的人接着别人走了 没人管我了 我从俱乐部自己走到酒店 当时说的号码我也没有听懂 然后上场比赛换我上场的时候 他们拿了一件衣服给我 我就觉得那是我的衣服 结果其实是错的号码 面对质疑 董方卓如何回应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死板的人 就会容易得罪媒体 他们肯定会更喜欢说 打听一下曼联什么情况 我就会直接就说 你去找曼联吧 然后你去找那个新发言官吧 那个时候其实是武艺当中会有得罪到他们 鲁豫有约 董方卓 我在曼联的日子 精彩 马上开始 提到董方卓球迷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他在年仅19岁时就签约曼联 于2004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加入世界豪门曼联球队的球员 和C罗 鲁尼等人成为队友 这让当时的他一时间备受大众关注 也让当时的球迷们在董方卓身上给予了极大的期望 然而刘洋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 媒体上对他的质疑频频传出 甚至有报道称 董方卓在后曼联时代一路下滑 足球天才的陨落等 在这些质疑声中 董方卓于2008年因为伤病离开了曼联 随后辗转到其他多支球队 2016年 31岁的董方卓宣布退役 这些年 董方卓很少再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如今的他从事着清训事业做起了足球教练 今天鲁豫相约董方卓 回顾自己的足球生涯 他又有何感慨 你想到过任何时候 你的生活和曼联发生过任何的交集 比如想到他们 看到他们 了解他们 那个时候暂时还没有 然后曼联当时99年 逆转拜人的时候 应该说是我们全队的一个 话题性的一个东西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想过说 以后一定要去到曼联去踢球 但只是觉得说跟人催催牛的这种 并没有说觉得是会 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 曼联那个时候最厉害 然后我也有进到国字号的队伍 那我觉得我再往上去上升的话 可能我就要出国去踢球 因为慢慢的大家开始有向往到欧洲 去踢球的这么一个情怀或一个梦想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觉得曼联就是一个殿堂级的一个俱乐部 那如果说能有生之年 在踢球的时候能去到那边的话 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就从来没有觉得说真的能实现 那种感觉很像一个小孩小时候说 我将来长大以后我要靠北大清华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对情怀没有说真的会变成现实 那在当时的你的心目当中 哪个梦想是更现实一点 哪个是更难一点的 去曼联还是代表国家去踢北京 更现实一些的其实是去踢奥运会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我已经入选到国庆队了 然后也有这个能力说 有机会参加这个国奥队的集训 然后能够参加国家队的集训 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去了 而且有经历过这个国字号的训练 然后也有这种信心 因为那个时候刘洋对于中国球员 其实大部分的球员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是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一个目标 那可能我是有这个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机遇吧 因为确实在去之前 我们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训练 也是国字号去备战一个邀请赛 对整个的身体的机能 然后储备都非常好 后来去了曼联以后 表现应该说是特别好 我甚至说每堂训练课都在两个球以上的进球 就状态维持的也非常好 教练对我也还都很满意 本来我去是只有15天的一个时训期 我当时的经纪人后来告诉我的 其实就已经定下来想要要我了 你当时自己的心态 你现在觉得是已经准备好的一个状态 其实那个时候觉得第一个 能够去到曼联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去了以后 其实我当时更多的感觉 我代表的是一个中国 我觉得我是背负了一个整个中国年轻球员的一个代表人物 然后把更多的中国的这种足球带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其实中国人可以挺好的 其实到后来15天的表现 到最后的15天 然后甚至说到了比利时也会经历这种 刚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质疑你 都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是谁 从哪来干什么的 都会对你有一些挑衅的东西 那个时候真的也没觉得说曼联会要我 只是觉得说我就把自己给做好就好了 那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上心理上处吗 还是就是 处 其实挺处的 去的时候飞机上很紧张 流着鼻血什么的就去了各种传说 是这个是真的也确实紧张 因为第一次去国外这种个人去国外 然后去俱乐部去试训都是未知的 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我经纪人就跟我说说 哎呀你要想着不紧张 你要让自己说我叫不紧张 然后这个就在那段时间就成果一个口头禅了 每天训练前我就会跟自己说不要紧张啊 我叫不紧张啊 对跟自己去说这些东西缓解一下心情 我去了球队以后 其实那边的清运总监对我也很好 就每天看到我就会很开心 练完了以后他也会跟我说说 哎今天训练怎么样心情 有没有享受到这个训练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他们的人文关怀是非常成熟的 就职业俱乐部 他会很关心每一个陌生的球员也好 或者说来了一段时间的这些外地的球员 他会很很在乎你的感受 然后也确实去了以后 就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俱乐部 你指大是什么大 就是场地大 然后他的建筑的这种高端 然后他的内容的丰富性 就从来没有见过的在中国 你就比方说我见到最大的以前 就是池德的俱乐部了 他自己有租设楼 然后有一些休闲厅 然后外边有三块场地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场地了 但去那边以后完全颠覆了我的整个的一个印象 就一进去以后就是庞大的一个停车场 然后左边有室内的球场 外边有室外的格兰市的这个球场 然后另一侧是有球员的 专门的更衣室啊 然后综合楼啊 他的这个篮球场 泳池 冷热水的这些 然后还有几层的这个坑辽的这些东西 他的场地是什么样的 他是一片下来了 他这一片能画出九个场地来 他有两条 就等于说他有二十多块场地 加一起的话 所以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说 一个训练基地能大成这样 就除了我们到后来在湘河的训练 他是专门给国字号训练 但是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那个时候给我的这种震撼 是无法去描述的你知道吗 所以再加上 在英国他中午是没有午休的 他的上午训练完了以后 他下午可能中午吃完饭 休息一个小时马上就有训练 一个年轻人一个孩子 他总会在某一个阶段 因为比如环境突然的改变 发生一些事情 会有突然的一个成长 这个阶段是你应该突然 就飞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要面临以前在国内 没有完全没有面临过的那些状况 你要去不断地去应对 有些是应对的好 有些可能应对的措手不及 对 但那段应该成长非常快 你先想一想 那个时候应该说会有很大的一个成长 因为确实有见过 去了以后就发现 他们的训练都是需要带护腿板的 然后需要带护槐的 然后在训练当中一个普通的一个抢球 他们都会下地惨球的 这说明就因为都练得太狠了 所以必须要做很多的做法 其实不是 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认真对待每一堂训练课 然后他们会把训练完整的去结合到比赛上 这个也是我现在告诉说 很多我们的教练也好 还是球员也好 就是说什么才叫真正的训练结合比赛 这个概念就在我去到那边以后 对我的一种颠覆 可能以前觉得说训练结合比赛就是模拟比赛 我去走套路 然后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应该如何解决 但是比赛当中是千变万化的 去了以后就发现原来他们踢的比赛 都是在快节奏当中完成 而且都是要去真正的去跟你去对抗的 真的是会满地滚的那种 那个时候对我的一种刺激是不一样的 就会被他们带着把节奏加快 然后在对抗当中快速的这种去完成这些训练 我在酒店里边待了可能有一个多月 我吃了可能最少那有20天的冷披萨 因为不懂说英语 有一次训练完了以后 甚至把我给忘了 那个接我的人接着别人走了 没人管我了 我从俱乐部自己走到酒店 当时说的号码我也没有听懂 然后上场比赛换我上场的时候 他们拿了一件衣服给我 我就觉得那是我的衣服 结果其实是错的号码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媒体 他们肯定会更喜欢说 打听一下曼联什么情况 我就会直接就说 你去找曼联吧 然后你去找那个新闻发言官吧 那个时候其实是无意当中会有得罪到他们 其实能够进入到曼联 就已经证明我自己了 因为在当时来说 同年龄当时的那个时期 我能从卫星球队回到曼联 就已经能够证明自己了 鲁豫有约 董方卓 我在曼联的日子 精彩 稍后继续 2004年董方卓签约曼联俱乐部 感受到了国外与国内训练的不同 正准备全力以赴的进入训练状态 可是没多久他就被以没有劳工证为理由 于同年被租借到比利时安特卫普俱乐部 董方卓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俱乐部一待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中虽然经过很多比赛的历练 有着一些成绩 但是董方卓的内心却也有着疑惑和不甘 那时的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重回曼联 在比利时打比赛那段时间 你觉得你个人的改变大不大 那个时候改变挺大的 改变在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从一个比较智能的一个球员 往一个相对于成熟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 因为当时刚去比利时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个小屁孩说实话 那个时候才多大 那个时候才19岁 其实我也只是刚刚上一队去参加了两年联赛 所以对欧洲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再加上我是一个中国人 从曼联去到比利时的 当时不管从外界也好 还是从队内也好 教练还是队友 其实对我都会有一些质疑 大家不了解 觉得中国人会踢球吗 所以那个时候 刚去 然后也语言不通 我在酒店里边 待了可能有一个多月 我吃了可能最少能有20天的冷披萨 因为不懂说英语 然后会打电话 只会说披萨 然后接过酒店送来 都是冷的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俱乐部会派人接我 从酒店到俱乐部 然后俱乐部回酒店这样 那基本上就在酒店待着 没有什么过多跟外界的接触 甚至说有一次训练完了以后 甚至把我给忘了 接着那个接我的人 接着别人走了 没人管我了 我从俱乐部自己走到酒店 走两个小时 这个故事我后来看到过 有媒体写过 你知道同一个故事 你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口吻 不同的目的去写 效果竟然不同的 你一讲你会觉得特别好笑 我当时看那篇报道 显然他描述一个 首先是很惨 第二他从那些故事 要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那段时间 你自己也在发生一些改变 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我来这边干嘛来的 因为说实话在国内的话 我还有一些朋友 然后还有理解我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在外边 自己其实都管不好 自己的生活的 那我就不知道来干嘛 然后我为什么要来这 不过来这 我还不如我在国内 我也能踢 外界对我的一些报道 然后再加上第一场比赛 因为我那个时候 因为毕竟沟通少嘛 不懂沟通 他们又不太说英语 他们说的其实是荷兰语 弗兰芒语 它当地的语言 当时说的号码 我也没有听懂 然后上场比赛 换我上场的时候 他们拿了一件衣服给我 我就觉得那是我的衣服 结果其实是错的号码 然后那个时候 报纸就会大幅的宣传 说董方卓什么四无前锋 然后又穿梭号码 这些的 那个时候就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种 毁灭性的打击 就我觉得我 其实是一个 挺有能力的一个球员 我也证明过自己 在国内也证明过自己 也在曼联 也征服过曼联的球员 和教练 那我为什么来比利时 我就不行 然后还要被这样去骂 这个骂的声音是更多 是来自比利时 来自英国 来自欧洲 还是国内也有 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媒体 有来采访过我 当时我是会觉得说 可能自己家的媒体 可能会更正面 然后去报道我 会更去理解我 但是结果最后的报道 其实还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所以那时候是那个阶段 是开始媒体对你的报道 发生了微妙的 但是也是转折性的一个变化 就以前是捧神吧 董方卓捧到一个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开始我们要把这个天才 从神坛拉下来的一个过程 已经开始往下拉的时候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外国人媒体报道 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会有 他们的这个目的性 和他们的对于你的一个 审视的这么一个目光 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媒体 我出来了 你还没有说去帮助我 鼓励我 然后给我信心 反倒说随着欧洲的报道 然后再继续写 而且里边的内容和采访我是没有关系的 我就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需要做一些改变 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去了以后 可能队友的这种挑衅 他们也会说 特意踢你 一堂训练课 可能踢你三五四这种 就我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经历这种事情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找了一个私人教练 然后我会去自己去加练 其实那个时候教练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外国教练会觉得说 你加练是不尊重他 他觉得他的训练内容是足够的 是丰富的 如果说你再进行加练的话 你是对他的不满意 那那个时候我就有跟教练去沟通 我更多的目的是为了有 以后回到英国的这么一个储备 慢慢的沟通以后 他算是比较理解 那后来通过加练 那个时候应该说将近三年的时间 在后来其实是没有休息过 一天都没有休息 还要在球场上去加练 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这样 董方卓在比利时安特韦普队待了三年 2005年到2006年 比利时以吉联赛常规赛中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最佳射手称号 这也是中国球员中第一个 在欧洲联赛中获得的金薛奖 终于2007年 董方卓拿到劳工证后 再次与曼联签订了一份正式合同 但是董方卓在回归曼联以后 却表现平平 再加上外界对他的质疑 让他在当时承受了压力和痛苦 那时候你觉得你要知道 就是一个人在很年轻时候成功 他需要面对名利的很大的考验 对 其实名利大到一定程度 带来的可能只有压力 只有负面的东西 你很难去掌控它 是个挺可怕的事情 可能吞噬一个年轻人 当时你在19岁 那么小的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 一下捧到很高的位置 一定有应对的不周的时候 对 其实在比利时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 那个时候出现一些媒体的这种报道 那个时候我妈其实就有跟我说说 其实你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些东西 这些你只需要把你自己该做好的做好 然后去证明自己就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更多的 在训练场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死板的人 就会容易得罪媒体 就比方说像当时在英国 因为曼联它是有自己官方的这个新闻媒体的 它的规定就是你所有的采访 尤其是针对于曼联的 你必须要去跟他们去做报告 他们同意了你才能去说他们的事情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媒体 他们肯定会更喜欢说 打听一下曼联什么情况 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傻 我就不会去给他们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 我就会直接就说 你去找曼联吧 然后你去找那个新闻发言官吧 其实是无意当中会有得罪到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不成熟的地方 因为是没有个专业团队的那个时候 对 其实是没有 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你现在想像是个失误 对 那个时候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团队 来帮我去做这些方面的一些规划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去比利时也是一样的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翻译 所有的沟通什么的 都是需要我通过我自己去跟教练去沟通 那回到英国也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 来帮我去做这些这方面的运营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那时候其实你也足够去支撑这样 如果有这样的团队的话 你自己是完全可以负担的来的 其实是可以的 对 只是说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那当时你身边你最紧密的 你的这个周围的人 这个核心都包括谁 你当时的经纪人 比如你妈妈 对 还有谁 再就一些朋友 就是在比利时或者在英国的一些朋友 对 然后他们说什么 汇总之后 你稍微去出取经一下 就成为你当时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决定 其实还是一样的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说从职业上来说 我是更希望能够租借到桑德兰 当时金恩在那个队去当主教练 当时他也希望我去 但是我的经纪人觉得 可能我留在曼联的价值更大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被租借出去 其实那个时候 我是有希望说更多的比赛 你的意思 豪门的牌子虽然好看 但是与其在豪门坐这种板凳 我不如去一个相对稍微 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小球队 但我有上场的机会 对 其实能够进入到曼联 就已经证明我自己了 因为在当时来说 同年龄当时的那个时期 我能从卫星球队回到曼联 就已经能够证明自己了 但是回到曼联以后 其实更多的是要参加比赛 能够达到一个再上再拔高 但当时的情况来看 其实没有这种机会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租借到外边 那我能够在其他的一些赛场上 再次证明自己以后 也能够去更了解英国足球文化 因为说实话 中国球员其实从身体上发育上 还是说从成熟度上 跟英国球员还是有差距的 就后来我总结了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因为说 他国外的年轻球员 其实平时都是跟这些一线队的球员 不停地在接触 他们是没有这种距离感的 他们的训练场地 其实就隔了一条 连河都算不上 就是一排树 然后他们训练完以后 是可以看一线队的球员的训练的 然后吃饭什么的 都是在一个食堂的 无时无刻不在接触 甚至说当年轻球员 他们需要谈一些合同的时候 他们一线队的球员 是会帮助他们的 会帮他们去争取这种利益的 但是作为我来说 那个时候 还不算是完全融入到这个团队 因为毕竟 不管说从肤色语言 还是说从年龄上来说 还是会出现一些拘谨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 在职业赛场上 说实话 你失误一次两次 大家不会给你传球了 可能需要在五分钟 十分钟时间表现自己 如果这个时间内 表现不了自己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忽略你 所以那个时候 会有紧张的感觉 尤其是站在 曼联的那个比赛场上 几万人的观众 一起去呼喊 去加油 祝威的这种 你其实是会紧张的 我第一次站在那个场上 我腿肚子是钻筋的 我感觉我腿肚子在前面 后来我看你做采访 你说 你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那个球 你换一种处理方式 可能之后的人生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其实很多次这种机会 我如果说有换一种方式 去处理 或更成熟的一些方法的话 可能是会不一样 医生沟通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这些的 我就直接就说 我想参加奥运会 为什么会每次到这个节点 一到大赛 然后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候 而且球队也需要你的时候 终于受伤 因为自己不适合 就像运动了吗 就做梦 梦里边就哭得枕头都湿了 就湿了一大半 然后后来醒了 就一直在想 就没多久吧 然后就定下来就不停 就退役 最近一次做梦 在场上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晚上 梦那是什么 就也是跟朋友在场上踢球 鲁豫有约 董方卓 我在曼联的日子 精彩 下期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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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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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